鄉民監察院 我是節目主持人李明賢 那我們的節目是網路節目 監察院的不敢查的 我們鄉民來幫監察院查 政府不敢查到底的案子 我們來幫政府查到底 那這禮拜政壇的事情發生很多 那我們先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這些都是有一些是我很資深的前輩 他們知道很多政壇的內幕 首先我們介紹尚厚之猴子哥 然後立法委員洪威 洪威姐 民監好 大家好 不要把我列入資深前輩 我們很敏感對不對 我們現在在大同北士林奮戰的淑慧 哈囉 大家好 原本我們今天也有邀王世堅 可是世堅現在不曉得在忙什麼 然後不敢來錄節目 世堅不能一直回避淑慧 所以兩個還是要擦出火花 那 淑慧如果遇到世堅 你會對他講什麼 賣照 好大賣照 好大賣照 你要唱歌給他聽 他現在什麼都給我閉 都閉起來齁 知道有我 他就跟我交錯時間 然後媒體訪問也是 我是說我怎麼有這麼恐怖 議會遇得到嗎 因為上一次遇到以後 我只是告訴他一句話說 世堅大哥你要回去跟民進黨講 遠離詐騙 然後他就覺得是被我突襲 淑慧很認真喔 淑慧不只站立牆 而且在議會 台北市議會禮拜三開會的時候 他每禮拜都會去的喔 可能可能有時候 那龍眼常常沒看到人啦 不過王世堅一樣問政非常犀利喔 真的我們下一次 誠摯邀請世堅議員 不是只有世堅情而已 如何來我們節目也一起講講 世堅你到底是怎麼選起的喔 那過去一週政壇發生很多事情 其實對民進黨也是考驗 民進黨執政背擬喔 執政八年包袱很多喔 包括缺水缺電缺雞蛋喔 包袱這麼多要怎麼去處理呢 那我覺得說 呃現在民進黨已經提名了賴清德 擔任總統候選人喔 可是媒體好像很少用蔡英文的接班人 來形容賴清德喔 為什麼執政那麼多包袱 看出來賴清德隱約有在走自己的路喔 怎麼說 你看喔 他的民主大聯盟 推出了很多艱困選區 推出了很多人 包括在中正萬華 也想推出雞排妹 那卡掉誰 卡掉小嬰女孩 所以在選戰提名布局的部分 賴清德怕自己的路 還有喔 政策喔 民進黨最重要的能源政策 這個非核家園 2025年非核家園 現在賴清德好像要翻了喔 賴清德昨天在台大跟學生座談的時候 賴清德說一句很重要的講 緊急時要啟用 停用的核能機組 這有一個問題喔 緊急時後什麼叫緊急時 啟用核能機組是核一核二核三 還是當然停用的核能機組是核一二三 他沒有說到核四啦 可是賴清德這個講法 是不是看起來要嚇一跳囉 能源政策看起來打臉民進黨的非核家園的神主牌 賴清德對於蔡英文 蔡歸不隨喔 所以第一個 賴清德這個做法是不是要拋開過去民進黨執政的包袱 第二個賴清德是不是隱約然要走自己的路 賴清德你怎麼看 因為賴清德民進黨講非核家園講很久 賴清德也講很久 但是很明顯就是說電不夠 賴清德過去這段時間在做 就是一直在洗台獨 洗蔡英文 洗蔡英文留下來的所有的東西 他都把他洗得乾淨 讓自己跟蔡英文看起來不一樣 那他們一直都盯著今年的電 因為今年的電跟水應該是民黨選舉最大的變數 就是你如果帶大條電大缺電的話 你對他選舉就會非常非常不利 那他們賴清德那邊一直盯得很緊 那我覺得他這時候會拿出來就是 他看到今年的電已經會出問題 就是說他怎麼撐都撐不出來 雖然政府嘴上都講說今年不會缺電 有什麼水利什麼亂七八八的 但是問題賴清德很顯然就是 他覺得就是電就是不夠 所以他才會這個時候去做這個大轉彎 因為我現在被你罵大轉彎 總比我在七月八月大跳電來得好 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問題是說他現在的狀況講了這個話 問題政府部門有沒有要懂 昨天第一時間看起來 政府部門或者是民進黨的狀況都在跟你講說 民進黨今天還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我們非核加原的目標不變 目標不變你現在怎麼做 因為核電它並不是一個 快速能夠拉上來的技術 它就是你要長期的運作 所以你現在如果要去做 你可能三天之後 你的發電量才能夠拉上來 那就是就像一些有格子他們講的 你現在最起碼先把它執照恢復 你現在執照不恢復的話 他怎麼運作 所以賴清德現在的狀況 還要看民進黨願不願意買單 但是說我覺得他現在會做這個大轉彎 就是看到今年的電會出問題 所以你覺得說 它是一個預防風險的觀念 就暑假有可能跳電 過去民眾黨有統計一個 到去年上半年的時候 平均一天跳電20次 不管小動物或我們的備載容量追不上來 那不管去年確實有跳電 那一年跳了20次 過去還有六次大跳電 譬如說像8.15 所以猴子你看 如果八升像8.15這種跳電的話 民進黨是不是賴清德 沒辦法算機 他現在的狀況就是最起碼我先講 所以萬一就是大跳電的話 我可以推給民進黨 責任不在他 民進黨政府 我已經講了我未來的方案了 但是現在的方案沒有照我的方案走 所以起碼可以推卸一部分的責任 不然如果他現在還跟民進黨綁在一起 如果七八月大跳電跳這次就打起來 而且你的政策 你的政策 能源政策變成說 完全沒有任何的說服力 對 猴子哥剛剛提到說 賴清德其實一個預防風險的概念 可能七八月用電量高峰的時候會跳電 那我們攝影棚其實有點熱 怕跳電我要叫製作單位再加強冷氣 我都不敢講 因為我們這邊冷氣用的多 搞不好就跳電了 所以一直在冒汗 那洪惠姐你看 民進黨當然賴清德有他預防風險的概念 其實為了控管風險 那也是為了賴清德的選舉 可是包括我們世修 也是對於能源相當有研究的 國民黨智庫的成員 他提到說 這部分賴清德講法是代表 非核家園法夾彎急轉彎 特別賴清德過去出席了好幾次 這個不是用愛發電 這個是反核大遊行 2025非核家園還是民進黨的神主牌 賴清德法夾彎不會傷到勝率的選票嗎 不會導致自己說偷雞不著18米 黃偉姐怎麼看 其實最近賴清德做的一些事情 想要試圖切割 因為他也知道民進黨執政下 確實有很多的包袱 那麼包含黑金 所以上個禮拜不是也強行通過了 這個所謂的選霸法裡面 反黑金條款 搞到蔡玉都說我可不可以退黨 那有關於就是有關核電的這個政策部分 老實講我不大同意世修所講的 說黃世修說賴清德私下不反核 可是賴清德過去參加民進黨這些 所謂的反核大遊行 他參加的非常多 你看這照片也只是其中之一之二而已 那也就是說賴清德在他過去從政的過程裡面 他從來沒有質疑更不要說反對 民進黨裡面的他的反核神主派 不要忘記喔 民進黨的神主派有兩張 一張就是台獨 另外一張就是反核 那賴清德作為一個資深的民進黨員 他過去從來沒有質疑過這個反核的神主派 但是為什麼現在大家看到他髮夾彎了呢 因為現在確實有缺電的問題 比如說他最想巴結的美國人 在美僑商會應該他每一年都會提出一些 台灣的投資評估報告 幾乎每一年都提出台灣的缺電危機 而且以美國商會他們所做的調查 超過七成的在台的美僑商會 認為台灣有缺電問題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不是你們在講說不缺電 然後就可以掩蓋大家都有眼睛 有沒有跳電其實企業界最清楚 你有沒有限電中小企業最清楚 他們還被要求比如說什麼時段 你要把你的產能降下來 免得到手跳電 所以台灣本來就面臨這樣的缺電問題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就非常尷尬 記不記得民進黨有一個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董事長不就是賴清德嗎 就是黨主席 他新任的副董事長叫童子賢 童子賢一上任的時候 他就說他主張合一合二重新啟用 有沒有 那520這個蔡英文有一個記者會 舊媒體問他說 童子賢說合一合二應該重新啟用 蔡英文很多問題是不答的 但是對這一題他答得非常清楚 個人看法 他說目前沒有這種規劃 也是他的個人看法 也就告訴你我現在民進黨政策 仍然是走向2025飛河家園 可是賴清德講正話是幾號 5月28號 短短的8天之內賴清德出現了髮夾彎 那也被認為賴清德去打蔡英文的臉 那請問一下520蔡英文在講什麼 528的時候你的總統候選人又在講什麼 這只能說明對於蔡英文來講 他反正是鐵了心 他也告訴李彥哲 什麼2025 2025以後不甘老娘的事了 我已經不在了 不是我的事情 可是對賴清德來講 他必須面臨這一場的選舉 那麼能源政策就是他的死穴 對 所以他必須慢慢的去做調整 可以看得出來他想要調整 可是我必須講賴清德你太過頭疾了 我就問你嘛 我就問 過去的反核省主牌 或者2025飛河家園 你從來沒有講過 還騙我們什麼叫做乾淨的煤 有沒有 藍莓店他還告訴我們 叫做乾淨的煤 行政院長的時候 對 所以宏偉姐你認為說 賴清德參加那麼多次 反核大遊行 然後現在法夾彎 第一個 我們明顯想說 這不是要騙選票嗎 第二個 蔡英文會不會出來打臉 就像你講的隔八天而已 蔡英文會不會出來講說 賴清德你是我的副手 你現在要走自己的路 那我怎麼辦 非核家園怎麼辦 你覺得這個選票騙得下去嗎 還是最後賴清德自己還要再轉彎轉回來 我覺得賴清德就是在繼續騙選票 只是我不曉得到時候蔡英文 有一天會不會講說 這是叫做賴清德的個人說法 有可能 所以不管是不是個人的說法 終究賴清德 從過去參加反核大遊行 現在講說 緊急時刻可以啟用核能機組 可是怎麼啟用 沒有這麼簡單 我們過去核市場的廠長王伯荒 這很資深的核能專家 他說要啟用的話 包括還有相關的程序 包括應轉 執照研議 這些沒有這麼簡單 需要有一段的時間 不是說 你說要恢復就恢復 所以賴清德怎麼騙選票 怎麼法夾彎 蘇惠你覺得說賴清德這樣這次怎麼好 坦白說 民進黨過去最為大家知道 兩張神主牌 這一次賴清德 連周森都不要了 神主牌也不要了 第一個台獨 第二個非核家園 我們看賴清德在台獨立場的法夾彎是什麼 我們要親中愛台 然後現在更進階的兄弟之幫 如果說賴清德連兄弟之幫都喊得出來的話 過去民進黨在罵柯市長也好 在罵習大大說兩岸一家親是在罵什麼 是在罵什麼 所以為了選票賴清德現在能源政策也轉彎 台獨政策也轉彎 但我想說的是你要競選國家領導人 你如果願意更改過去錯誤的政策錯誤的言論 然後往對的方向來轉 這個法夾彎我們是接受的 但問題是你是來騙還是你真的覺得 過去民進黨的這兩張神主牌都該丟掉 如果你覺得過去民進黨的這兩張神主牌都該丟掉的話 你就要具體的表態啊 過去我們的台獨黨這個台獨黨綱要不要拿掉 民進黨能源政策蔡英文那做不到啦 他說的2024以後就不關我的事啦 那你賴清德敢不敢說 蔡英文講的不算數了 因為他2024以後就不關他的事 你要正式的去講 不要用這種這種彎彎轉轉的方式來講 能源政策本來就是一個理性科學要去探討的 但是民進黨最不該的是他預設立場 他不管台灣的電夠不夠 不管這個電價成本高不高 他硬要先以非核家園作為這個預先立場 然後不惜代價的去推動這個政策 連這個普瑞澤前AIT主席都說了 我們現在的能源政策是有國安問題的 所以民進黨一方面要抗中保台 一方面又推出一個有國安問題的能源政策 過度依賴這個需要從國外進口的這個天然氣 我就看不懂 你民進黨為什麼非得把非核家園放在 這個預設立場去排除他 大家知道說賴清德說 哎呀未來緊急使用 我覺得這個王廠長講的還太專業了 舉個例子 你家裡的車子一個月不開 你再去開可以嗎 會馬上有電嗎 你家裡的電器把它停在那裡 冰箱什麼電都拔掉 我等要冰的時候我再插電 可以這個樣子嗎 何況這是核能廠 如果你覺得核能就是未來要救急用的 那代表什麼 那代表台灣就是不能缺少核能嗎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容易懂的概念 為了核能你看我們發生了光電的弊案 有多少光電的弊案 封電到現在也還是一個不能遇 沒有經濟效益的這個投資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這次總統大選 我們可以理性的好好來討論 兩岸政策應該怎麼樣 能源政策是怎麼樣 我非常歡迎賴清德法夾彎 但是我不希望你用騙的 騙到選票以後又回過去 繼續民進黨過去錯誤的政策 民進黨其實能源政策 賴清德講說緊急使啟用核能電廠 到底會不會是一個騙票 其實很重要 包括能源的配比的部分 過去我也聽過馬英九總統在講 在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2011還2010年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颱風 然後因為我們的天然氣船 在南海的部分 因為颱風不能進來 結果馬總統就很緊張 他還開國安會議 擔心能源船進不來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天然氣儲存 只有兩個禮拜不到 如果你一個禮拜不進來的話 那就完蛋了 對 我們的天然氣如果斷掉的話 那可能最後台灣真的會大跳電 所以賴清德這個到底會不會是一個騙票 還是說能源配比的部分 猴子你看喔 一裡媒體的人來觀察 民黨一直把非核家園當作神主牌 他這個轉彎 會是他一個個人自己想轉的嗎 還是民黨整黨會跟著賴清德一起轉 那第二個 就是說這個在選舉上的效應有多大 民黨的能源配比會不會因為這樣而調整 我覺得現在的狀況是 對於民黨來講 只有賴清德一個人在集電 電的問題缺電 因為缺電馬上就影響到他的選情 那反正如果說 對於行政部門來講 或對蔡英文來講 還可以繼續推松鼠 推老鷹 推鸚鵡 對不對 都是松鼠害的 都是鸚鵡害的 都老鷹害的對不對 都不是電不夠 只是 不過他選立委也要選啊 我覺得立委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立委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因為大家輪流停嘛對不對 又不是每次都跳舞跳舞這邊 所以你說立委會立刻去轉彎 我覺得因為轉彎那個論述很難去做 所以賴清德現在的狀況 他也不是整個轉彎 他沒有跟你講我要改變能源配比 他只跟你講說 那我現在讓幾個原本的核電廠能夠 而且他用的是緊急使用 實際上那東西不能緊急使用嘛 對不對 他還是用緊急使用 他在混淆那個概念 但是問題說 你說他要往回去推 我覺得賴清德這些話收不回去 所以他就是撐著 可是問題是你要照照台 所以台灣經濟發展 你的電 一定要用電 電要光 電力越來越大 台積電一直 台積電用台灣十分之一的電 台積電還不斷的 不斷的在要蓋新廠 我們不斷要台積電蓋這個蓋那個 所以電的成長一定是持續的 可是問題是 你的風機現在落後 對不對 太陽能已經出現了那個 八槍 一大堆亂七大堆 而且以前是 夏天晚上每天 現在是夏天 以前是夏天白天電不夠 現在是夏天晚上電不夠 因為太陽能整個下去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都 其實幾個候選人 大概都沒有能力去解決 能源的問題 現在就是提出一個應急的方案 而且 他只是告訴你說 我有方案而已 就是說 我能不能解決不知道 但是我現在 可以讓你看到 在你投票之間看起來 我好像有 好像有一個方案 被用的方案就是核能 對 我就是 可是這個不會跟 那時候他去反核大遊行 你不覺得 勝率會反彈嗎 反核派的那些人 不會跳出來嗎 我覺得其實台灣 台灣社會經過過去這幾年的跳電 其實對核電 就像日本的風向轉的一樣 台灣的風向其實也在轉 只是因為民進黨 自己拚在那個地方 轉不過來 而且你前面的投資 實在投資太大 不管是利益糾葛也好 各自方也好 你的不管是 你看風電 對不對 風場都已經轉賣幾首 對不對 太陽能光電 對不對 那個問題 這幾年已經碰過多少 那個中間的利益糾葛非常非常大 他現在轉不回來 所以問題是 你說要用台灣民眾來講的話 現在對核能 我覺得全球 尤其全球這幾年 對核能的接受度 其實越來越高 台灣反核是不是主流 我覺得其實早就不是 我覺得國民黨也不是 要務實面對 國民黨現在大概除了幾個做市長的人 做過新北市長的 嘴上還在撐著之外 其實大多數的人 大概對核電的接受度很高 是不敢講永和而已 但是問題是 大家都會跟你講說 核電就是唯一的出路 那我覺得就是說 將來真的就是說 要去好好去思考 就是說 那個配比到底是什麼 因為現在狀況的確是有問題 所以大選 辯論的時候 這個還是很重要的一個檢驗 侯友宜市長 在新北市的總質詢的時候 有民黨的議員問他說 到底能源政策怎麼去調整 甚至說新北市到底要不要核准 幹事儲存場 那侯友宜市長那時候的講法是說 還是先有核安才有核能 結果民進黨的議員就說 你侯友宜你是政治渣男 民黨的議員叫黃淑君 那如果侯友宜講說先有核安再有核市 叫做政治渣男的話 那請問賴清德這樣政治轉彎 當初去參加反核大遊行 現在又說可以啟用核能機組的話 這個真的叫什麼呢 叫政治什麼男呢 我覺得這在選舉上 未來大選辯論還是會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洪惟姐你覺得核能議題 甚至能源配比的部分 在總統大選辯論的時候 怎麼去做攻防 那你覺得對賴清德這一個 核能轉彎 你覺得是加分還是扣分 這一題其實如果放到總統大選裡面 侯友宜不會是分啦 因為很多人也講說 侯友宜你是新北市長 那你迟迟都不通過這個 那個干涉儲存潮的這個建造 那是不是你也在反核 好那我跟大家講 第一個就是賴清德 大家都知道 民進黨就是有反核升主牌 這個賴清德多次參加反核大遊行 所以呢他過去呢 就是主要的反核運動的人士 好那另外一個候選人是誰呢 柯文哲 那當然柯文哲現在也支持核能 對不對 可是不要忘記喔 其實這個照片呢 到現在很多的網路都在傳 記不記得當年這個柯文哲 也是參加反核四大遊行 他這個反對核四拿著那張牌子 事實上這個照片也有很多人 所以這個沒有拍到裡面 應該再Key個柯文哲上去 對對對 反正最近還有人傳給我啦 就一直就說 那個他是舉著反核四的這個標語 好大象假說侯友宜是渣男 那請問一下侯友宜如果跟那兩位來講 就是他渣吧 他的渣的程度也是非常低的好不好 你有看過侯友宜去舉著一個什麼 反核四招牌嗎 有非核家圓的招牌嗎 對不對 反核能的招牌嗎 沒有 他只是作為一個地方的父母官 基於地方人士的反應 他對於核能這個幹事的儲存槽的建造 他希望能夠做好水土保持 所以他要求中央提高水土保持的標準 所以弄來弄去他是 所以他來講說如果沒有核安的話 就沒有核能 所以他是以一個這個地方父母官的角色 來做監督 所以老實講這個議題呢 如果說這三個的渣的程度 我不認為侯友宜會有什麼樣的劣勢 那當然 因為現在台灣確實面臨非常嚴重的能源問題 尤其現在整個從這個烏克蘭 就俄烏戰爭爆發之後 整個的國際的能源經過的飆漲 再加上世界各國對於核能 他的政策事實上有非常大的轉彎 我舉例來說 你知道我剛剛來這邊錄影 我們才表決通過一個法案 就是把原子能委員會的 他的這個把它降級 因為民進黨強行通過 把它從二級單位變成三級單位 我們反對 民進黨為什麼把它變成三級單位 就是為了配合2025的非核家園 不是嗎 他覺得這個核安不重要了 可是笑死人 民進黨常常講說 我們要跟國際接軌不是嗎 我們要跟世界接軌啊 可是我們就提出來 包含韓國在福島這個 就是核能危機發生之後 韓國特別提高了他的層級 那個層級是他直接跟總統府報告 層級提高 日本他的層級也是他們所有的委員 都要由首相來任命 所以只有台灣耶 只有台灣日本跟韓國人家的層級 都是直接升級的 只有台灣不但沒有升級還把它降級 而且今天經過在野黨的質疑 他們還要強行通過 所以我也想請賴清德來講一下嘛 你現在是不是認為核能安全不重要了 還是因為覺得反正到了2025 在你們的強行粗暴的這個政策下 反正就把所有的核電廠全部關掉 所以你乾脆把原能會也關掉 不是準備關門的意思嗎 所以你們立法院早上在打臉賴清德耶 賴清德說要啟用核能機組 對也就是說其實不管我們今天 未來的核電佔比是多少 核能安全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怎麼可以把它降級 降級以後我就說經濟部會甩你嗎 連台電都不要甩你 是個三級單位我幹嘛理你 所以民進黨就是常常做一些自我打臉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說 有關於能源政策的佔比也好 我們能源政策未來怎麼樣穩定的供電 就如同剛才講的 美國都認為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核電問題 我們的能源問題已經是國安問題 如果民進黨沒有辦法提出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 即便你百般的想要巴結一些企業界 包含在你新基建基金會的副董事長 同志賢都質疑你的核電政策 認為應該要重啟 請問一下民進黨要怎麼樣自圓其說 我請問一下賴清德要怎麼 董事長如何說服你的副董事長 來接受你的政策呢 能源政策很重要也是這一場攸關 台灣經濟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轉折 這次能源政策一定會變成總統大選 甚至未來辯論的一個重要的主軸 那我再次在這邊講一下我的立場 我認為侯友宜市長絕對不渣 他只要胡鬚有時候 每天刮乾淨就好 胡渣不要有太多 我覺得最渣的是這樣 政壇很多太多渣了 我覺得很多渣要搞清楚 包括我們IMB案 IMB案捲入裡面很多的 現在陳歐柏請辭不參選立委了 可是整個IMB並不是到此為止喔 不是到陳歐柏辭辭退選舉為止喔 你看IMB最新的現在要冒出來 有民眾黨的立委 陳婉輝爆料說 IMB的祖賢的傳承集團 在宜蘭火車站對面的台鐵土地上 有經營公司喔 看到這個新聞 大家不會覺得很火大嗎 裡面是多少政治渣男捲在裡面啊 所以IMB這案子不是到此為止喔 不是陳歐柏退選了 就到此為止喔 火還在往上燒喔 蘇惠亞你是追避案專家喔 你覺得IMB這一個 在宜蘭火車站對面的台鐵土地喔 這部分到底有沒有鬼啊 這裡面牽扯了政商關係 這個這幾年大家最痛恨的就是騙喔 大家看到民進黨騙選票 詐騙集團騙鈔票 政治人物騙學歷 這三個騙讓大家都覺得說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更難看的是 現在這三個騙還可以結合在一起 都跟你執政黨有關係 騙學位的現在被抓出來的 大部分都是你民進黨裡面 包括從林志堅開始 現在的副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還在那邊臉皮厚厚的在那邊當行政院長 然後詐騙集團堂而皇之的 跟你們這一些部會首長吃喝玩樂 這讓民眾覺得情何以堪 過去我們覺得詐騙集團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過街老鼠啊 人人喊打 而且要低低調調的長生在那個什麼 公寓大廈的一個機房裡面都不敢現身喔 可是現在我們詐騙集團首腦怎麼樣 哇 耀武揚威的跟這一些權貴在一起 然後完全不避諱的請問一下我們這樣檢調 要抓誰 要抓誰 難怪抓到的永遠都是車手喔 我曾經去研究這個IMB集團 所有它下面成員的關係單位關係的業務 我發現這個詐騙集團真的是集團化的經營 它的集團裡面分成三項業務 三項業務都撈錢撈得很快 第一項其實才是我認為 才是它真正撈大錢的業務 但是現在檢調並沒有把重心放在這裡 就是不動產開發 大家知道IMB的母公司叫川盛機構 川盛集團 川盛集團下面就有所謂的川盛建設 還有兩家開發公司 這一些是不是就是IMB集團 跟一些土地開發業者聯手 預先知道一些計畫的變更車站的定位 然後來炒作土地 這個部分到現在檢調都沒有去查 第二個撈錢的吸睛的是什麼 就是它號稱它發展生技產業 但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看到就是產品直銷 直銷產品而已 開發一些所謂美容保養產品 然後透過直銷說明會的方式去吸睛 然後裡面陳厚珀也跟著一起合照參加活動 然後圖醒澤也擔任這家公司的首席顧問 這是他第二個集團化吸睛的工具 第三個財事金融機構IMB的金融平台 透過這三項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都跟民進黨的聲音有關 第一個土地開發有誰 大家記不記得陳厚珀說過說 我為什麼會用這個地方當我的服務處 我是透過一個不動產開發的陳姓友人 來知道這個事情的 而且後來他還證實 我的女兒跟這個陳姓友人的女兒還有IMB 他們有聯合投資土地 好 那這個陳姓友人是誰 這個陳姓友人就是行政院前顧問陳振坤 他自己就是宜蘭不動產相關的理事長 然後過去還當過北宜直鐵製救會的 促進會的這個領導人 這裡面就是要影響整個北宜直鐵的社站 社站在哪裡 大家用膝蓋想也知道 周圍的土地開發 那是幾十億幾百億的一個利益問題 炒地皮啦 對 炒地皮 然後偏偏在敏感關鍵的時候 哇 我們的交通局 交通部這一些官員又被抓包說 在這個曾國偉的豪宅裡面聚會 所以這裡面不是看圖說故事 大家知道這一名講說 你們可以看圖說故事啊 你們還不是跟誰照相跟誰照相 沒有錯 政治人物在外面的公眾場 人家拉了你照相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這是常態 可是問題是你不會跟這些人有後續往來啊 當你現在跟他們有後續往來 甚至有業務的這個接洽 甚至接受人家贊助的時候 然後你還說這是看圖說故事嗎 林佳龍說要提告說他不認識曾國偉 他用的是不認識喔 馬上被陳婉惠打臉 陳婉惠就秀出一張照片 這一張嗎 對 那張照片寫得多那個啊 還有林佳龍的簽名啊 對 還稱他為國偉兄 慧淳 蒂佳龍 哇 你變成蒂了 你堂堂一個交通部長 你變成蒂了 國偉兄 然後你告訴我你不認識他 政治人物有時候證書是會簽個名 是會簽個名 但是以前像好市長證書簽名的時候 他不會自稱為帝 除非是認識的 人家可能抖內你過 要不然你就簽龍兵就好 你就簽加龍就好了嘛 對不對 國偉然後加龍 就這樣就好啦 你還國偉兄 帝加龍 這個你不要說不認識 而且不但是認識喔 我覺得啦 我覺得林佳龍可能還有接受過招待 所以這個東西 當陳委會他放棄他的言論美職 他在臉書上說的時候 我覺得林佳龍你要小心喔 陳忠彥的往事 24小時之內 還開過一場記者會 蒼白的辯駁 然後知道陳婉會後面還有更多東西的時候 就火速遲遲下台 所以今天林佳龍再繼續變下去的話 我相信陳婉會後面還有資料 剛所謂提到 IMB很重要的三個 第一個最重要是土地開發 那為什麼川城集團 可以在宜蘭車站對面 台鐵土地國有地喔 如果國有地 國有轉私人 或者透過BOTOT或RT 給私人的話經營這嚇死人耶 那第二個林佳龍 你跟曾國有的關係 這麼密切還簽書開玩笑 一般人不會這樣簽書的啦 那個洪偉姐你有提到說 林佳龍是有也有告過你嘛 有啊 你從政到現在二三十幾年被告過兩次 你不要跟我二三十年 我就要跟你翻臉 那麼久啦 沒有 我看大家報告 林佳龍很愛告人啦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說 像我從政那麼多年 那我們在某一個程度 我們也是要做那個政策啊 攻擊手啊 還有那個辯護的 我大概只有兩個人告過我 一個是林志堅 那大家知道就是 因為林志堅那時候 正在選舉嘛 那我就踢爆他的論文案 另外一個就是林佳龍 他也告我 但是最後是不起訴 你知道嗎 什麼時候是 當時是 顏寬恒 他的就是 當時顏寬恒補選的時候 因為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林佳龍呢 他就指揮檢調 說他這個顏寬恒 他們不是有什麼炒米粉 貢丸湯 對不對 對 就說 哎呀 這個有涉及到會選 那我就質疑他啊 他當時在跟盧秀燕 在選這個台中市市長的時候 當時呢 他的後援會還在 當時的這個 應該是在 泰 梨山 對 在高山上吃海陸大餐 對啊 我就說 對啊 我就說 那個照片都出來嘛 而且他的機要還在上面 有好料的對不對 那我意思是說 你說顏寬恒 那個草米粉啊 貢丸湯是會選 那你那個是什麼 對不對 結果他就來告我 但是後來是不起訴 所以我覺得 我今天沒有碰到陳婉輝 我本來想跟他講說 我看林佳龍一定會告你 他很愛告人 可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就充分的說明 這一張綠色蜘蛛網裡面 到底還有誰 有多少人隱身在幕後 也就是說 曾國偉這個詐騙集團的負責人 他利用不管是用他的豪宅 或者是經常去請一些高檔的餐廳 或者是他去結交一些綠營的高層 比如說他去贊助指風車 那他自然而然就跟那個指風車的主要贊助者 紅三雄夫妻非常的熟 那他就會幫他們去請很多綠營 不只是政要 而且是輕綠的包含媒體 或者是醫界 或者是文化界的人士 他就有機會去結交他們 是不是還有檢察官 沒有錯啊 因為昨天我本來在上個禮拜 我在質詢的時候 我說我其實是給我們的檢調留一些顏面 我說我請法務部自己去查 不然的話我就要公布 但是因為昨天的這個聯合報 就把這個檢察官曝光 就叫做周世瑜 那大家都記得周世瑜 當年還辦過馬英九的三中案 他是不是有特徵組的誇張 對 他有 他曾經在特徵組 那曾經辦過這個馬英九的三中案 所以呢他算是明星檢察官的成績 那他最近呢就是把他高升到 金門地檢署的檢察長 那因為我所知道 其實人家告訴我就是 哪一年哪一月 然後再一個就是無菜單料理的 高級的日本料理店 但是我 我不知道是哪一家 我只曉得是無菜單料理的 這個高級的日本料理店 但是昨天聯合報把它寫得更清楚了 期間還有政治人物嗎 或其他 這個部分我不是很清楚 這個部分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周世瑜因為他在檢察官裡面 他實在太有指標性了 那尤其呢這一次的案子 大家都是檢調嘛 因為裡面還有調查局的人 還有這個檢察官 然後更離譜的是 那這件事情其實他本來一個新聞 是放在說這個曾國偉呢 還有請透過鄭文燦幫警戒的高層 去喬人事 這麼厲害 對 後來鄭文燦呢 鄭文燦他也用臉書來發佈 否認這件事情 然後最好笑的是警政署 立即發佈說 絕無此事 今天有預來還跟我講 他說 他沒有想到警政署是這樣子 那是什麼呢 就跟他說不用去查 他說你不然假裝一下 對不對 所以我們經過查核 查都沒有查 他查都沒有查 一大早看到聯合報登了這個新聞 立馬發新聞稿說絕無此事 也就是說他查都不用查 就是不用去查 這不是跟那個王國才一樣嗎 交通部不是也有他們那些台鐵的 過去是台鐵的什麼處長副局長 好去他的豪宅裡面去開趴嗎 陳婉惠不是也去這個質詢那個王國才 王國才也說不用去查 怎麼樣他們現在都是學書正常耶 不用去查 所以這些 這是狗屁倒灶的事情 然後你們跟他不管是燕影也好啦 一起什麼吃高檔的這個日本料理也好 或者像這種送書證書 然後這些事情都傳過水無痕嗎 然後我覺得對林佳龍來講 他應該去好好去交代 你跟曾國偉到底是誰推薦你們去的 我覺得阿狗阿貓也沒有辦法去 引見你們兩個人吧 是 對不對 你們裡面到底跟綠營的高層裡面 還有他們尤其 其實我最在乎的就是跟警 就是檢調還有警 你們的關係是什麼 洪惠姐我打個岔 檢警調跟這些商人或相關人士吃飯 依照聯絡條款要事先登記吧 應該要阿 有登記嗎 我相信沒有阿 應該沒有登記 絕對沒有登記阿 你有登記的話請問為什麼要查那麼久 所以就私下頭頭摸摸摸摸 因為我讓法務部查跟調查局查 事實上我知道他們早就得到情資了 我們其實都已經是後面 就是一直在等阿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動作 才會慢慢把這個訊息再把它擴散出來 可見他們沒有認真在查 所以檢調在查是司法調查 如果說他們驗影相關的行程 應該洪惠姐如果你們去所知的話 法務部應該要提供你們資料 如果沒有這個行程 還有認證規範要登記 沒有錯 我跟你講他們通常 我們現在問他們 他們就會一直推 我們正在查 你看這件事情 像包含調查局還有法務部 我說調查局事實上 當時大概在5月3號的時候 在5月3號其實就有 他們裡面的受害人提到說 有調查局的人在裡面 調查局說我們會查 時隔20多天 我再去質詢他們 他們還是一樣說我們在查 20天他們查不出個所以然來 所以我覺得他們事實上就是在 就是故左右而言他 這個會不會被刺案 我懷疑 我嚴重懷疑 最後是不是還是把這個曾國偉 跟他太太啊 這樣子把他抓出來而已 切割 我認為是非常有可能的 是 所以如果檢調不查 我們鄉民監察院來查 查到底 而林佳龍是總統府秘書長 你看跟曾國偉關係這麼好 這本書還簽名呢 哇 國偉兄 關起來這麼好 還有不只牽涉到林佳龍 還牽涉到明星檢察官周世宇 那除了林佳龍之外 網上沒有嗎 賴清德好像針對這個案子 好像沒有講話耶 除了民進黨 民進黨的考機會講說 下不為例而已 然後賴清德也講說 定義一般吃飯叫社交活動 猴子哥你跑新聞那麼久 這件事情民進黨這樣處理會止血嗎 那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再向上延伸啊 看起來就是一大掛重子嘛 你看可以用國家的土地來給詐騙公司 那不是詐騙國家隊是什麼 對不對 那我覺得就是說 民進黨當然你一個兩個可以說個案 你不可能每一個個案 可以牽涉到這麼多人嗎 每個都個案嗎 每個都不認識 不認識可以牽涉到那麼多人嗎 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民進黨這幾年的狀況就是說 肆無忌憚 講白了就是這樣 你以前 比如說你看到不認識的人 要找你去吃飯幹嘛的人 你一定 一定是 要不然就是有利益糾葛 如果你真的不認識的人 你一定會很小心嘛 閃一下 你一定會很小心嘛 怎麼會有像這種這麼大 這麼大一股的 這種狀況一定 你說正常的影驗長成這樣嗎 不會吧 還特別拍照留戀 所以你看這個 台鐵資產 台鐵副局長 還有局長 你看一連串 還有剛剛所謂講的 陳正坤行政院政務顧問 所以猴子你像講的說 一般啦 我們的民間的企業 而且 曾國也是四次被通緝了喔 他怎麼拿到台鐵土地的經營權 這不是這麼簡單 一照你過去跑 不是 就是他們現在的狀況就是 民人現在就是 現在就 心菜只擲幾大房 對不對 隨便就是說 你都覺得不是很厲害的人 也都可以 雨露軍再認識到這麼多人 然後這些人都 好像不設防 也都無所謂 對不對 就是說那個內疾是利益 不是 內疾就是利益糾葛到很習慣了 很習慣 覺得這東西 習以為常 你像 你回頭想想 林秉書那時候 林秉書是什麼咖啊 也是一樣啊 認識一大堆人 習超流 每個人都跟他非常非常熟 就只要有一點點關係 都可以用到極致 完全沒有在怕嘛 以前的狀況就是說 大家對這個東西都很熟 對不對 尤其是你說好 國會 你說真的 我講說國會民意代表 你說影焰 講一下真的少不了 你很難講 人家要選票 人家跟你拍照 你可以說不用嗎 可是問題是 你是什麼台鐵的 你是交通部長的時候 他有肝丹 你邊邊的人都不設防 都不覺得會有事情 更不要講鄭文燦有多複雜 對不對 所以我假設一下 像這個台鐵資產開發中心 台鐵局長副局長 行政院顧問 政務顧問 這看起來好像在挑戰 一場吃飯 對啊 這種人他心裡應該要有數 他今天去哪裡吃任何一場飯 連證署都可能會找他啊 對不對 連證署有查嗎 對啊 連證署有查嗎 為什麼會氾濫成這個樣子 你看他們這種職務不是洞見觀瞻 因為你一定是發票單位嘛 對不對 你很多東西都跟錢有關係嘛 你出去外面吃飯有這麼簡單嗎 為什麼每個都視乎其他 可以在臉書上留這麼多證據 還敢跟人家額照 所以說民進黨那個整個狀況就是爛到家嘛 對啊 所以這個要查下去喔 這一個IMB案 當然很多在野黨在追 包括洪威姐手上還有很多證據喔 民進黨包括賴清德主席不是說 陳奧波我給你斷鍵 我把你止血 這件事情就到此為止 沒這麼簡單啦 一定會向上延伸啦 所以我覺得現在困擾的賴清德 很多事情的啦 他頭部也不要這樣燒啦 這件事情也攸關賴清德喔 立法院上禮拜通過了排黑條款啊 包括黑金槍毒終身不得參選喔 這個三毒條款通過之後 民黨內很多人反彈 包括陳志忠啊 甚至包括民黨的立委蔡一宇啊 也講說 他是史上最討厭民黨的一天 代表說這排黑條款通過之後 賴清德討論沒在休 他雖然通過要排黑 可是黨內那麼多人反彈 賴清德想要走自己的路 可是這個案子會不會代表說 賴清德跟黨內很多地方派系 搞得非常的競爭 非常的兩極化呢 賴清德可以處理好這個事情嗎 排黑條款通過之後 很多人議論紛紛啦 那淑慧你看這個案子 對賴清德來講有加分嗎 坦白說我覺得這案子 根本不是所謂的治律 而且民進黨刻意去放出陳志忠喔 我說我是為了要言語律集啊 你看我對陳志忠下手 可是我看完整個選霸法的修正用 我覺得這個就是政治整肅啊 以後會有一堆人不能參選耶 大家看今天獨家就說 金門縣長陳福海 下一屆就不能參選了耶 我們排黑 排毒 排金 我們排的是現在進行事耶 現在正在以這個黑金權喔 在傷害我們國家的 我們應該把它排除在參政 但是現在是塑及終身耶 我覺得我真的不相信說 憲法的參政權可以讓民進黨這樣亂搞 這裡面的所有的條款喔 我跟洪威姐都不會碰到 可是我們不會說因為這樣 哎呀不關我們的事啊 就我們的對手就少了 我們就覺得這個條款是對的 大家知不知道現在很多黑幫 都在吸收校園的青少年 不管是當詐騙的車手 討債的這個角色 或者是這個販毒 吸毒 未來這些青少年 因為年少輕狂沒有事 他可能犯下前科以後 他終身的參政權就被剝奪了耶 他即便到了四五十歲之後 他說之後可能還會被貼上說 你就黑道啦 你看你有這個案底 你連選里長都不行 大家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我們在法院 這還侵犯了法官的裁量權 大家知道法院在判刑的時候 除了本刑以外還有一個齒奪公權 現在沒有咧不用判齒奪公權的 因為這些人現在在選霸法修正以後 都叫做此奪公權終身了 他終身都被此奪參政權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選霸法的修正 大家要往更深層的去看 民進黨他在整肅他的政治對手 未來有很多可能地方有力量的議長 他也不能參選 所以你覺得他是在針對在野黨 還是賴清德透過這一招 也在整肅內部的派系 他當然有相關的標準 包括判刑十年以上這一些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不是 第一個他整肅地方派系 整肅在野黨 第二個這個也好 還是這是在騙選票 我覺得還有一個假清高 假清高 因為為什麼 這兩年民進黨被質疑的兩點 學倫案跟黑道參政 賴清德透過這個很下重手的 第一個打音戲的臉 黑道參政的力 你說力嘛 對不對 所以我來台 第二個學倫案 也是打蔡英文的臉 林志堅就是小嬰男孩 透過這個來尋溯自己的形象 順便做派系的整肅 順便打蔡英文的臉 過去這兩個不就是 你蔡英文縱容出來的嗎 都跟你蔡英文有關 但是都跟我賴清德無關 所以我用最重的手法來處理 包括說這個學倫案 如果被罰到以後就不得參選 都是在打蔡英文的臉 所以賴清德想走自己的路 透過排黑條款 這部分某種程度 也在打蔡英文的臉 只是說這一招到底有沒有用 你打到小英的臉 包括阿扁蔡玉就跳出來反彈 洪菲姐 你在立保院也常跟蔡玉有互動嗎 你覺得這件事情 為什麼蔡玉會跳出來講說 最討厭民進黨的一天 還有這個案子 有辦法洗刷民黨過去跟正 跟黑綁在一起嗎 那天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表決 表決 對 因為民進黨 自己 反正他人數多 他們就全部投下贊成票 表決通過之後 我覺得他們的臉都一副 如上逃皮的樣子 一點高興的感覺都沒有 因為他們太清楚 這個法案其實完全就是 配合賴清德 其實我完全同意剛才 蘇惠講的 賴清德就是一個 自命清高的人 然後他自命清高到 他其實是可以踐踏制度 踐踏憲法上的人權的保護 你知道我現在看賴清德 你覺得他像不像 當年為了說要抵制李全教 兩百多天 不進台南市議會 他覺得他最大 他是皇帝 對 因為他覺得 我有完全的道德的高尚感 可是議長本來就應該 進議會去報告 所以他完全踐踏法制 對不對 他當年就是這樣 現在又來了 這個法案為什麼 我覺得為什麼 蔡玉玉會有這種的反彈 蔡玉玉自己也是學法出身的 那麼民進黨很多的立法委員 他們都是什麼標榜自己是律師 有的還標榜自己是人權律師 好 可是這個法案裡面 他確實違背甚至違憲之餘 很多的法學專家已經提出 他有違憲 比如說他在裡面 就是說講到 如果你判刑十年以上 但是還沒有定驗 也不能參選 那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因為你還沒有定驗 你就是推翻這個 無罪推定原則 連這樣子都不得參選 好 那另外呢 包含像洗錢法 那洗錢法裡面 其實大家講說 洗錢的 其實他有很多不同的情節 那不同情節 就如我剛才說的 比如說在詐騙集團 他們利用無知的青少年 或無知的學生 或因為弱勢的這個家庭 他覺得說我有一些些收入 然後我就幫他 就提供了他的賬戶 假賬戶 他有沒有違反洗錢法 有 他也剝奪了他的一個 終身的參政權 所以這樣是不是已經 完全的違反比例原則 老實說 我一點都不同情陳志忠 可是我們剛才講的 像這樣子 因為他在法律上的無知 或者他因為在經濟上的弱勢 也一起打成跟陳志忠一樣 好 另外還有 他連判緩刑也是一樣 那今天其實我覺得非常遺憾的 就是我們的 立法委員林文睿 他本來已經宣布要參選 雲林的立委 但是他當年曾經就說 他事實上是認罪協商 所以他被判緩刑 可是也因為這個法 他沒有辦法參選 所以他今天主動說他宣布退選 我們要講就是說 在很多法 就是檢察官辦案的過程裡面 那麼是希望有一些人能夠配合辦案 認罪協商 然後他就給他判緩刑 不然有的案子根本辦不下去嘛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也因為因此而 喪失了參選的資格 好 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直接講賴清德真的很矯情啦 什麼人就是矯情 賤人就是矯情啦 你不覺得嗎 今天要為了要成全 你這樣的一個道德非常高尚的行為 結果你有多少的人 甚至不要說你的隊友 還有很多人可能在這個 整個的憲法的保護裡面 他原來是沒有恥奪 他的參政權 結果因為你要參選你好棒棒喔 所以憲法保障的人不必保障了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矯情是騙選票啦 賴清德有他面臨的問題喔 包括牌黑條款 派系反彈 差語反彈 然後他的能源政策 他的挑戰他的省主牌 非核膠原的省主牌 這些都有他內部的問題喔 所以賴清德自貌 打開沒那麼燙 跟夏天一樣天氣越熱 賴清德的腦袋會越熱 這是民黨要面臨的問題喔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在野黨喔 那侯友宜現在是國民黨提名的 徵召了總統候選人 那侯友宜上禮拜六日 南下高雄屏東喔 進行整合 建了包括王金平前院長 還有屏東的議長周典論喔 在進行整合的部分喔 所以現在侯友宜也在進行內部的 拆彈在做黨內的整合 侯子哥包括王院長這一些 侯友宜都是你很熟過去採訪的一個對象喔 你看侯友宜這個做法 包括從南部開始跑行程喔 你覺得對於說國民黨的 接下來跟地方派系 還有跟郭台銘的整合 甚至未來第二階段 有可能跟民眾黨的整合 你看侯友宜這個起手勢 你覺得說第一招第一步踏出去穩健嗎 不好意思 現在我講一下選報嘛 是 我覺得賴清德不是假清高 那真的是很惡劣 就是說大家去想這個東西當初哪裡來 當初是因為質疑你民進黨裡面黑金一大堆 包括什麼一堆做中常委 他不去改民進黨的 不去解決民進黨內的問題 硬提一個法案出來說我們來排黑 這些東西直接擺民進黨黨章就可以了 內貴就可以了 他擺民進黨黨章就可以了 問題是 問題是擺民進黨黨章 他就沒辦法處理陳志忠啊 對不對 所以他就乾脆立一個法在那邊卡死啊 你們通通都不要問我 法案已經定了 你阿扁自己去跟 去跟 你阿扁自己自己 我就是站在那邊沒辦法 我該去處理 就是說 民進黨常常就這個狀況 就是說 我自己內部不能夠處理問題 我就外部化 我自己出問題 我就提一個法案 對不對 提一個法案 然後表示我要解決 民進黨內部黑金問題解決沒有 當初在講民進黨內部黑金的時候 在講說你們這麼多人 就是說他甚至是沒有公職 沒有法律可以管他 但是他因為貼近權利 他們可以獲得利益 去喬光電喬警察人士 你到現在為止 最好法案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嗎 可以解決你台南那個 88槍的那些光鏈的問題嗎 通通不行啊 然後騙說 好像我要 我有在做什麼東西 而且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當然 一般民眾不太care這件事情 因為能不能選 你們三個有在選 像我這個一輩子都不會選 對民眾來講 有沒有選這件事 我覺得沒有差 那就是對人權 殘政權啊 那就對人權 對基本人權的嚴重的侵犯 我為什麼我明明就 就沒有什麼像 我剛剛講的 他可能根本就 根本就十年都還沒有定業 你突然就把它剝奪 所以你預期阿扁會不會透過人 去連署釋憲 我覺得這件事情一定會釋憲 而且釋憲一定會違憲 那違憲的話 那未來提名怎麼辦 沒有 因為沒那麼快嘛 可是因為你要想嘛 現在大法官是蔡英文級的嘛 蔡英文的所有東西到那邊都會有護航嘛 但是你賴清德咧 大法官都解釋你的人 這東西違憲這麼明確 如果是蔡英文提的法案 到了大法官那邊會議之後 會被打回來 所以你覺得到大法官會議 有可能賴清德跟蔡英文 還要再對決一次 沒有的對決 因為人不是你的人 你跟他對決什麼 那個不是民進黨人 那是蔡英文的人阿 所以蔡英文的法案到那邊 通通都核線阿 不管什麼違憲都核線阿 對不對 不管是什麼促轉會阿 什麼東西到當場 那如果台黑真的視線呢 我跟你講這個視線一定違憲的啦 違憲喔 那個不用懷疑啦 然後回過來講國民黨 我覺得侯友宜的狀況是說 他有點太慢了 這些動作都應該在 都實施應該在你提名之前就要做 提名前 你提名前就要做 就要做的啦 該去做 你當然提名前 可能沒有郭台銘的問題 但是你提名前 黃金平跟高雄這些人你就該去看阿 終點論你這些人不就該去看嗎 你如果早有下去 會有中東景去講說 我要幫各位有募款的事情嗎 而且回過頭來講 你當初一定要講說 反黑的形象 你現在到南部 你還不是還去看終點論 你閃得掉嗎 說你早就該去的喔 我就說他現在來講 侯友宜的狀況應該是要說 他應該要做一些大型的造勢 或者說有一些大型的活動 讓大家覺得說 那個能夠凝聚去拉台 我覺得他這個動作是早該做 現在做當然也該做 只是說他那個拉台 因為我覺得他出 就他剛剛提名之後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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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民調沒有拉台這件事情 民調沒有 沒有慶祝行情 沒有慶祝行情這件事情 對藍軍的支持 或對藍軍的公職來講 都是一個很沮喪的事情 那你總是要去彌補這一塊 不是還照你的節奏 跟他東看西看 你就是要想辦法 趕快把你的民調拉起來 不管是做什麼東西 所以你看拜會 他蠻久也是拉基本盤這一些 還有王院長也是本土派的大佬 你覺得拜會完之後 這一些對慶祝行情 會不會有點拉台起來 我覺得這些東西沒有用 就是說民眾不太在乎 你們誰跟誰 今天你跟紅衛吃個飯 明天你民調就會高嗎 不可能 所以你覺得還是要大型造勢 還是說他的論述要更清楚 你不管是大型造勢也好 或者是你能夠引領話題也好 我覺得這些事情他要做出來 我覺得他現在這個動作 基本上還是太慢 是 侯友宜在做內部的整合 那侯子哥因為他是很資深的媒體人 他過去在中國時報是我的長官 所以他說要大型造勢 一步一步去鋪排 那當然這是藍軍的整合的部分 藍軍有自己的問題必須要整合 那反觀綠軍 民黨提了一個所謂的民主大聯盟 在各地也有很多整合的問題 包括中正萬華提了雞排妹 要去挑戰有可能在爭取內部 爭取的小英女孩吳佩儀 那這很多都是我跟淑慧的同事 那包括過去的北農的總經理吳一寧 也要回 有可能回彰化去參選 那當然提名這些問題也是民黨內部 當然有一些派系的角力的部分 那淑慧你來看喔 像這樣民黨這一部分 到底是賴清德的力量會去貫徹呢 還是蔡英文最後小英的力量 英系會再奮力一搏呢 到底這個提名 你支持雞排妹去參選嗎 今天蔡英文有一個行程在文山區 那苗柏雅這個還有王敏昇 還有簡蘇培都陪同了 然後接著他們就到一個小房間裡面 去密室 我不知道幹嘛 然後傳出來就是簡蘇培跟蔡英文 爭取他想要參選大安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了 你簡蘇培不是新潮流系的嗎 你不就是賴清德的子弟兵之一嗎 賴清德現在是東主席跟總統候選人 你要參選你跟他講得對 你怎麼會跑去跟小英說咧 這是不是在打臉賴清德 代表賴清德在民進黨內照不住呢 記者就來問我這個問題 我說不是 現在民進黨內是神仙打架 小鬼難為 這一些想要參選的人 變成要到處討好 你討好一個是沒有用的 之前這個第二選區現任立委是何志偉 做得不錯啊 票數很穩耶 那是個勝率耶 上一次他是12萬對6萬狂勝耶 照理說沒有被挑戰的這個正當性在啊 只因為他是最早表達這個信賴 參加這個青賴的喔 所以就被英系搞了 英系黃禎國就去搞了 王世堅出來挑戰 欸王世堅到底他選第二選區有沒有正當性 大家想看 王世堅的選區是可以挑戰中山跟大同 這兩個他都可以挑戰 但是中山到現在沒有人耶 所以這個就代表 英賴的這個內鬥喔 已經延燒到每一個區域的這個立委提名人了 對 所以英賴到底 呃 角力會不會持續下去喔 在提名上看得出來喔 賴清德如何穩定自己的地位喔 信賴台灣會不會變成一個 懷疑賴清德喔 當然後續我們繼續追下去 包括IMB會不會向上延商喔 我們鄉民監察院政府不監察的 我們替大家監察 政府不查下去的必要 我們替大家查下去喔 今天很精彩的討論喔 那也歡迎大家 每週一晚上9點 鎖定臉書YT鄉民監察院 謝謝大家 我是李明顯 拜拜 我們在討論 arrivé 我們下午十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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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很久 大家可以 我們下午十曜 我們下午十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